每日神话 但是圣灵做工又不能直接做 务必得借着与其配合的人来发表他的工作 这样才能达到圣灵要做工作的果效 当然若是圣灵直接做工 那就没有任何掺杂了 但是一借着人做工 就有了许多掺杂 并不是圣灵原有的做工了 这样真理也就多多少少 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那些跟随的人所得着的 也就不是圣灵原有的意思 而是圣灵的做工 与人的经历或人的认识的结合了 跟随之人所得着的圣灵做工的部分是正确的 得着的人的经历与人的认识 就因着做工的人的不同 而各不相同了 做工的人有圣灵的开启与带领 之后再在开启与带领的基础上经历 在这些经历中就结合人的头脑与经验 也结合人性的琐事 之后得出人该有的认识或看见 这就是人在经历真理以后的实行的路 这实行的路因人的不同经历 也都不是完全相同的 而且人所经历的事也各所不同 这样同样是圣灵的开启 因得着开启的人各不相同 因而对开启的认识与实行 也就各不相同了 有的人实行的误差小 有的人实行的误差大 有的人实行的完全错误 因为人的领受能力都不相同 而且人原有的素质也都不相同 有的人听一篇道是这样领受的 有的人听完一个真理是那样领受的 有的人稍有偏差 有的人却一点不明白真理的真意 所以他是如何领受的 他就如何带领别人 这是一点不差的 因他做工正是在发表他的琐事 对真理认识正确的 他所带领的人也就对真理有正确的认识 即使有领受谬望的人也是极个别的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谬望 对真理领受谬望的 随从他的人无疑都是偏谬的 那这些人就都是谬种了 是货真价实的谬种 跟随的人对真理的认识程度大多取决于做工的人 当然从神来的真理是正确无误的 是绝对把握的 而做工的人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也不能说是完全有把握的 做工的人对真理有实行的路 而且特别实际 那跟随的人也就有实行的路 做工的人若对真理并没有实行的路 只是道理 那些跟随的人也就没有一点实际 跟随之人的素质与本性是先天决定的 与做工的人并不关联 但跟随的人对真理的领受程度 与对神的认识都取决于做工的人 这只是相对一部分人说的 什么样的人做工就带领出什么样的跟随者 做工的人发表的都是自己的琐事 而且毫不保留 他对跟随他的人的要求 也就是他自己愿意达到的 或是他自己能够达到的 多数人做工都是以自己所做的 来要求那些跟随他的人 尽管有许多人根本达不到 人所达不到的就成了人进入的拦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